国际法庭对两名俄罗斯高阶指挥官发了逮捕令 美军F-35现身俄乌战场 美国众议院出重磅法案逼自己跳动出售TikTok 或者是面临美国禁令 川普连营8州 彭博社报道说拜登在7大战场都失利 美国参议员促9家美国媒体公司与中共喉舌断绝关系 蜘蛛侠爬马尼拉47层摩天大楼力挺菲律宾 台湾开始行动增加导弹演习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3月5号星期二 现在已经进入到3月份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春天去台湾旅行过呢 3月的台湾 樱花盛开 鸟语花香 有山有水 从城市到湖海 中华人文最为浓厚的地方 美食小吃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希望之声向您推荐3月24日到3月31日的 八天环导游精品小团 不拼团不购物 高品质服务 详情请您观看节目下方的链接 美国咨询热线是1855-955-5227 那希望之声还有更多的旅游热线 也希望大家前来咨询 好 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欧盟成员国与美英等等40多个国家 今天在联合国要求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的身亡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 并直指普京应该负有最重的责任 与此同时 俄军的两名高级指挥官 被国际法庭正式通缉 法新社报道说 代表43个国家的欧盟大使科努德森 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 我们对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 纳瓦尼之死感到愤怒 普京和俄罗斯当局对此负有最重的责任 纳瓦尼身亡被视为俄罗斯加速 和系统性镇压的另外一个迹象 俄罗斯必须要允许对纳瓦尼的宙事的情况进行独立 并且透明的国际调查 这些国家也敦促莫斯科当局 立即无条件释放 因为和平行使人权和反对俄国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而遭到拘留的政治犯 人权捍卫者 记者以及反战活动人士 他们也呼吁俄罗斯废除他们的压迫性立法 结束对司法的政治滥用 除此之外 在今天3月5日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普京的两名高阶指挥官 发出了逮捕令 起诉他们犯有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的网站报道说 俄罗斯远程航空司令科比拉斯和黑海舰队的司令科索洛夫 对直接攻击民用设施和造成平民伤防犯有战争罪 对平民的过度伤害 对民用物体的损坏 以及不人道的行为犯有危害人类罪 这两份逮捕令是因为他们指挥的部队 从至少2022年10月10日到2023年3月9日 对乌克兰很多的电力基础设施进行了导弹袭击 泽列斯基特别是发了推文表示 我欢迎国际刑事法院决定对俄军的两名指挥官发出逮捕令 他们对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轰炸行动 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每一位下令袭击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俄罗斯指挥官 都必须要知道正义将会得到伸张 每一个犯下这一类罪行的人都必须要知道 他们将会被追究责任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今天俄军再遭到重创 3月5日上午 乌克兰特种部队部署了无人艇 击毁了价值6500万美金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旗下的 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 一架舰载运输战斗机也在船上被摧毁了 这个行动对俄军构成了重要的打击 截止到目前 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今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最终在乌克兰问题上 要采取一致的行动 他问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就是谁挑起了这场战争 是谁在用核武器威胁 他敦促欧洲放弃对局势升级和限制的恐惧 而杰克总统帕维尔5日也表示 他支持北约内部和其他欧洲国家 关于自愿联盟的这个讨论 这个联盟将会对乌克兰提供 击败俄罗斯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包括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飞战斗部队 另外 杰克愿意成为第5个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国家 但是不能参加战斗 而卫报也报道说 近日德国泄露了英国早有少量的军人秘密驻扎在乌克兰 担任导弹操作等等机密工作 英国政府目前对具体的工作内容没有透露 更值得关注的是 稍早保加利亚军方 引述了新加坡国防部部长的消息说 美军近期秘密动用了F-35战机 以电战系统探测反推乌克兰境内 俄占领区俄军的导弹位置 这也再次印证了美军35参战了 收集到的位置还有参数情报 已经分发给北约国家作为防空压制作战的参考 今天3月5号 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了重磅法案 将迫使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出售TikTok 否则TikTok将会面临在美国的禁令 这项提案是由众议院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共和党人加拉格尔 联手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西·纳莫西 以及十几位两党议员提出的 是针对字节跳动可能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 而禁止TikTok的最新举措 对象名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 明确定义了字节跳动和TikTok是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 法案还创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框架 允许总统指定其他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 法案适用范围内的外国对手 包括中共、俄罗斯、朝鲜和伊朗 这个法案将会在生效后 给予字节跳动165天的时间来出售TikTok 如果字节跳动公司不从TikTok中撤资 那么TikTok在美国应用商店 比如像苹果、谷歌或者网络托管平台 将会成为非法行为 TikTok的一位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在去年共和党支持的一项法案 想要彻底禁止TikTok 但是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 说这个决定可能会侵犯言论自由的权利 去年一些参议员也针对TikTok提出了一项法案 尽管是得到了白宫的支持 但是法案一直是没有进展 现在众议院推出这个新的法案 可能打垮在美国的TikTok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了帖文说 这个法案的角度很巧妙 智商不致民 就是本质上没有进TikTok也不惩罚用户 只针对TikTok在苹果还有谷歌商店 还有其他APP商店下手 所以打击面非常的窄 但是解决问题 方伟先生还认为 现在国会两党联手 立法来解决TikTok的归属问题 这是最佳方案 因为一是拜登不用冒着得罪年轻人的风险 只要点头就行 二是美国法院不能像上次党川普一样去党 因为现在是国会的立法 法院没法党 他还建议 每一个美国华人都给你的国会议员写信 请他们支持这个法案 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凝聚全国的议题 这件事难受的就是一家中共政权 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呢 要不要给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的 两党议员们点一个赞呢 请大家在留言区赶快行动吧 今天3月5号超级星期二 有15个州加上一个美属地萨摩亚 将会进行党内投票 这将是总统初选单日代表人数最为多的一次 川普和拜登目前是领先于各自的党内竞争对手 有望获得提名 超级星期二开场前 川普在北达科塔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上取得了胜利 而川普在共和党初选当中 已经连续赢得了8个联邦州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票共有2429张 本届竞选参选人至少需要获得1215张党代表支持 才能获得党内的提名 目前川普已经获得了240张党代表票 竞选团队预测川普将会在今天3月5日 超级星期二至少是进账773张票 他唯一的党内对手黑力只拿到了24张票 而川普团队赢得超过1000张党代表的票 就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而民主党方面 全国代表票数总达到4672张 赢得总统提名的魔术数字为1968张 超级星期二这一天将会有1420张 而拜登最快会在本月的19号 可能会赢得所需的1968张党代表票 那美国各大媒体预计会在美东时间 晚上8点左右开始进行预测 另外 超级星期二的整体结果并不会在今天揭晓 因为在当天进行的投票周横跨了6个时区 而有些州是使用了邮寄选票 可能需要数天才能确定获胜的候选人 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将会在7月份的 密尔瓦基举办的大会中正式提名 民主党则会在8月份在芝加哥选出总统候选人 据多项新民调显示 拜登连任的选情告急 据彭博社委托陈坚咨询公司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 截止到2月29日 拜登在7个关键摇摆州都落后于川普 包括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宾州 密西根州 北卡罗来纳州 内华达州和威斯康辛州 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说 81岁高龄的拜登不适合再继续连任 昨天3月4日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与格拉斯利 联名致函美国9家媒体公司首席执行官 呼吁他们彻底切断与中共经营的中国日报的联系 这9家媒体公司包括西雅图时报 休斯顿纪时报 波士顿环球报 洛杉矶时报 时代周刊 今日美国 金融时报 太阳哨兵报 和芝加哥论坛报 这9家媒体目前都在接受中国日报的资金 信中谈到 几年前 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文件披露 一新美国媒体公司不仅一再违反代理人注册的报告要求 而且接受了中国日报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中国日报也由此登上了新闻头条 作为回应 多家美国媒体断绝了与中国日报的联系 但是这9家媒体依然是我行我素 根据最新的数据披露 这9家媒体在2023年获得的广告收入和印刷费合计时超过50万美元 参议员们在信中写道 中共对美国机构的渗透是广泛的 新闻机构也不能幸免 中国日报是中国通过宣传他们的目标和野心 来颠覆美国新闻媒体的主要机构之一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中共试图骚扰和恐吓美国公民 监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站 并影响我们的选举 但是这些机构仍然选择不切断与中国日报的联系 继续参与中共宣传部的活动 阻碍了无数联邦机构打击中国影响力兜售计划的行动 信中还谈到中国日报助纣为虐 美化中共恶行的事实 从粉饰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 到为中共继续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开拓 中国日报的使命就是宣传中共的目标 参议员们还表示 任何设在美国的公司包括新闻机构都不应该成为中共的同谋 使中共令人发指的行为合法化 或者传播这个政权彻头彻尾的谎言 就在进门发生中共碰瓷预传翻覆事件以后 在今天3月5日 中共与菲律宾南海船只又发生了碰撞事件 中非再起冲突 与此同时 一名蜘蛛侠徒手爬上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座 47层高的大楼来表示对菲律宾的支持 值得外界关注的是 中共频繁在南海和台海升级挑衅的情况下 台湾决定有所动作 今天3月5日 中共海警船在南海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发生了碰撞 导致菲律宾海警的船舰受损 菲律宾方面公布视频直指中共海警继续并且危险的拦截 然而中共海警则反控菲律宾非法入侵 战火再度点燃 就在中共四海挑衅之际 今天3月5日 一名蜘蛛侠徒手爬上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金融区的一座 47层高的摩天大楼 已是对菲律宾的声援 这名蜘蛛侠名字叫阿兰·罗伯特 今年61岁 是法国的攀登高手 它已经攀爬过世界各地200多个高层建筑 其中包括迪拜的标志性摩天大楼 哈里发塔和法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 罗伯特对路透社表示 我知道菲律宾海局势紧张 我只是想提醒人们 这片海域和岛屿属于菲律宾 而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 这就是我今天攀登的目的 此前有分析认为 中共点燃台海争端 首先可能会在南海引发爆点 3月5日中共宣布将会在2024年国内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 与此同时军费开支连续第二年增长7.2% 而中共军费预算增长也引发了台湾的担忧 根据斯特戈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书记显示 中共军费开支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6% 远低于美国的3.5%和俄罗斯的4.1% 不过中共核武库迅速增长 在2023年中共拥有核弹数量增至大约为410枚 目前美日飞对中共在争议海域的军事挑衅保持警惕 今天5日台湾国防部部长邱国正表示 中共加大军事压力迫使台湾接受中共的主权主张 而台湾也必须考虑根据敌情来加强训练 台湾国防部决定武装部队今年会增加导弹演习的频率 目的是应对敌人威胁的变化 他还补充说演习使用的导弹数量将会符合规定 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这意味着什么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